其實你回顧這一個多月 你可以看到 我會把它看成說 感覺上好像是藍營 國民黨跟國台辦 這個禮應外合的三部曲 疫苗只是其中一個 你看什麼三部曲 大家回想一下這40天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 他先講先什麼 先阻撓BNT的疫苗 事實上陳時中是在1月12號的時候 有稍微講一下說 他們現在跟他做最後的 這種合約確定的過程 那是1月12號 部桃大概1月10號前後 那時候有提到 他說可是那個合約大概等一兩個禮拜 接著就傳到BNT說say no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是上海復興在阻撓 這是第一個 先阻撓我們購買疫苗 第二個開始砲打說 我們買不到疫苗 所以好危險 第三個講什麼 所以應該要買中國疫苗 其實在利用部桃的 這次的危機的時候 他們在做禮應外合的三部曲的作為 可是這三部曲已經被破空掉了 你說這個阻撓把BNT疫苗 不只我們買到了莫德納的 Calkback也OK了 BNT現在也直接跟退方談了 所以破功了 這是第一個 結果變成國民黨跟國台辦 同時契集敗壞 趙少康剛剛講 剛剛講那個偷雞摸果 馬曉光昨天怎麼講 那說一模一樣 你把人遮起來 你以為趙少康跟馬曉光兩個人 以為是錄音機在重辦 馬曉光講說 你那個BNT是上海復興有總代理 你台灣怎麼可以透過上海復興 來購買疫苗呢 你怎麼可以這樣繞過去 去跟總共事談 這是不是跟趙少康講的一樣 他怎麼會繞過台灣 然後就說大中華地區代理權 我要代理台灣 也是莫名其妙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是把台灣 香港 澳門 所以香港今天宣布 也宣布要用他們科興的疫苗 可是你看這是一個情況 那變成你看禮應外合的情況 就氣急敗壞 所以你看趙少康的論調 居然跟國台班論調一模一樣 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情況跟講說 當你講說這個質疑說 我們買不到疫苗的時候 這個情況 看到說剛剛算到那個數字 1981萬劑的疫苗 再加上之後國產的疫苗 再加上如果BNT順利的話 我再算一下大概3500萬劑 以阿中部長之前講的覆蓋率 大概已經足夠了 那還要擴大 可能有一小部分人 所以國民黨人他要打中國疫苗 你就去打 那我們的疫苗一定夠我們用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現在所以只能打第三個 就狂打說 努力了說其實中國疫苗很好 你現在還不夠 還趕快再進來等等 那問題是前面跟你講法規不允許 前面跟你講數據不透明 前面跟你講COPES上面 並沒有選用中國疫苗 現在不過癮了 連兩岸醫藥衛生協議 這個十年前的東西都搬出來 那我實在實在成績 因為這時候什麼 那個協議是當時馬前總統 跟楊志良當署長的時候 簽的一個協議 沒有錯 這個協議裡面有所謂的 傳染病合作 有所謂的疫苗合作 但是 哈囉 馬前總統 還有這個楊署長 不要忘了 傳染病合作 當時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發生疫情的時候 你要通報 哈囉 請問對岸有通報 請教一下 他有通報爛嗎 完全沒有 第二個 說如果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過去對岸 做實地查查的 就像WHO去 有讓我們去嗎 連WHO都拖了一年才去 這個協議真的有在用嗎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 疫苗的東西是這樣 在協議裡面有 但是是一句話就結束了 叫做官方對官方的合作 那陸委會今天就講得很直接了 中國官方從來沒有 沒有來跟我們接觸對不對 公開講得很 你看馬曉光罵了半天 他沒有說我們願意跟台灣的官方 來共同協商 共同來討論疫苗合作的問題 沒有 所以當你不是官方對官方 不是依照所謂協議對等的架構 來運作的時候 我不曉得 馬前總統也好 馬英九也好 或者是楊志良也好 你現在莫名其妙 搬出這個協議來 適合拘新 是不是講 前面剛剛講的 一系列三部曲破功之後 又要再想辦法 再搭橋 再做球給國台辦 做球給北京 讓他們進一步可以再繼續 在這裡兜售 或者是再用中國疫苗的方式 去擾亂台灣的整個防疫工作 我覺得這種居心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理應外合 這種居心 其實讓大家 實際上覺得非常非常的痛恨 我們之前看到跟BNT在談的時候 是台灣的東洋製藥出來 等於是說在從中間 在做一個穿梭引線的工作 那麼東洋在談的時候 為什麼後來破局 陳時中部長講得很直接 破局的原因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授權書不夠完整 東洋製藥講得很清楚 他們講了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個 為什麼不夠完整 因為其實雙方對於 到底要買多少的數量 沒有達成共識 德國的BNT方面本來覺得說 我最大可以讓你買到3000萬劑 但是當時我們的衛福部認為說 我怎麼可能 單壓在一個疫苗呢 這個疫苗我一定要分散的 有阿斯特傑利康 又有莫德納的 我們自己本國的疫苗 自己也要給自己機會 所以我怎麼可能把 我要買3000萬劑 通通單壓在BNT身上 所以當時東洋製藥方面 對這件事也很有意見 他認為說你沒有買這個數量 你只開了200萬劑出來 我跟德國的原廠很難談 所以後來這個BNT 透過東洋在談的這件事情 後來為什麼沒有成 這就是關鍵的原因 但是即便東洋這件事情沒有成 可是請注意一件事 當時東洋製藥所發給媒體的聲明 講了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 他有講說 這個中國的上海復興醫藥 他知道說在兩岸的政經情勢下 他要來台灣註冊疫苗做相關的銷售是有困難 現實上就是做不到嘛 所以當時上海的復興醫藥 他表示他跟BNT表示說 願意放棄在台灣的代理權 這個是當時東洋製藥所講出來的新聞稿的內容 現在大家都可以去回顧這一段 結果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後來在東洋這件事情破局了之後 妙了 在12月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新聞跑出來了 這個新聞叫做什麼呢 這個新聞叫做 上海復興醫藥內部人士表示 已經透過香港代理商雅各城 要賣給台灣BNT的疫苗 當時我們的衛福部都沒有告訴你說 我們買到BNT的疫苗喔 竟然會有個上海復興醫藥內部人士表示 說台灣買到了 而且是透過香港的代理商 那更妙的是什麼呢 在這件事情新聞出來之後 台灣就出現了一堆名嘴 突然在炒作一件事情說 你看台灣就是想要跳過上海復興醫藥 去找BNT直接談 現在被上海復興醫藥打臉了吧 什麼都買不到了吧 整件故事呢 陳時中後來還原劇情告訴大家什麼 這個香港雅各城跟上海復興醫藥這個關係 在去年8月多就來談過 第一時間那個時候指揮中心就說 你沒有授權書 所以雅各城早就破局了 是先沒有雅各城才有東洋這件事情 但是他把它反過來講 他是說因為東洋破局了 所以我們才找上雅各城這條線 所以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光是一個上海醫藥內部人士的犯話 這件事情算不算是上海醫藥在作梗 當然算嘛 所以國台辦今天告訴你出來告訴你說 你們是甩鍋 我們他中國才堂堂中國怎麼會做這種事 有 你們就是有做這種事 對 你們就是有做這種事 上海復興醫藥是不是他背後股東結構 是政協對不對 對 因為 中國官方的色彩 補充你現在告訴觀眾朋友內容 上海復興醫藥的老闆叫郭廣昌 他是政協委員他也當過人大代表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上海做的生意 他現在身家高達570億人民幣 他是從做房地產起家 在賣那種代銷的自銷建案 結果讓他攀搭上了中國的上海幫 一攀搭上之後 他生意越做越大 從我們講的這個房地產 然後進軍到醫療部分 進到疫苗的部分 做逼乾的疫苗 然後再跨足到金融的領域去 所以他變成一個 跟中國政治連結很深的大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前一陣子 有媒體就揭露說 在這過程裡面 有上海復興醫藥統戰的影子在裡面 那你去看看 上海復興醫藥的老闆郭廣昌 更正苗紅還是共青團出身 這樣的一個人 你去想想看 你如果透過他去買到這個疫苗 你放心嗎 然後在這過程裡面 他有沒有做梗 我們剛剛已經談到了 光是一個上海復興醫藥 內部人士在放新聞 他就已經亂了台灣一陣子 因為台灣還有一票人跟著附和 然後在瞎攻擊政府 所以你會發現 國台辦講的話 根本是顛倒事實 顛倒黑白 我們再回顧我講 在這個時間 台灣竟然還有人說 我們買疫苗不循正道 投機摸狗 講這種話 我說實話 我們去跟原廠談說要買疫苗 結果你竟然講說 跟原廠這個叫做投機摸狗 我請問一下 中國現在有一大堆的假疫苗 這算不算投機摸狗 這算了吧 這夠投機摸狗了吧 因為偷偷摸摸的在飯店裡面 做疫苗 然後生理實驗水 飯店也可以做疫苗 不是都要在什麼實驗室 我們說P4或是什麼的 假疫苗不需要在實驗室 假疫苗在飯店裡面 實驗水把它灌下去 它就可以變成一支疫苗了 生理實驗水不夠用的時候 改用礦泉水把它注下去 它也是一支疫苗了 結果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多誇張 我們的媒體前面 都只有揭露到哪裡 揭露到說他們做假疫苗 對不對 我跟你講假疫苗擴散多少 從天津賣到深圳 賣到廣東 賣到佛山 賣到江蘇 最後再透過香港走私到境外去 然後還告訴你說 在中國內部 你們都可以趕快來打 從去年11月開始提供 打假疫苗的服務 而且你看 我實在很好奇 中國後面沒有特定勢力支持 怎麼可以讓他 肆無忌憚到這種程度 總統